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事实上有很多学佛之人在念佛时 大都是只念阿弥陀佛 而不是念拿摩阿弥陀佛 现在佛门里面关于念佛的问题 有一个争论最多的话题 就是四字六字念哪一个 一些念佛堂也是在这个问题的抉择上没有定解 大家的想法就是不能互相统一 其实关于念阿弥陀佛名号 应该四字还是六字 大是有专门的开示 有了定论 我们依教奉行就是了 一 以下是佛者的开示 我们家小菩萨往生的时候 是念的四字名号 三生阿弥陀佛往生的 并且是念佛经24小时 助念也是四字名号 往生的时候这样做 往生前 助念的佛号基本上都是四字佛号 因为它比较简单 比较设心 所以病人躺在床上的时候 阿弥陀佛是最容易进入他的思想和身体里 和他整个的这个意识里面 所以基本上的助念佛号都是四字佛号 阿弥陀佛 四个字就够了 再一个就是助念的佛号是一字一句的 不要太快 我和老菩萨在帮佛子助念的时候 因为心里非常着急地赶紧让他往生 赶紧让阿弥陀佛来接他 我就声音特别大 然后就很激动 特别快 当时佛子就给我们说 他说 你们不用这么大声 你们也不用这么快 所以助念的时候 慢慢地一字一句 沉住气地帮助他助眠就可以了 不需要心急 不需要太吵闹 还有一次在几年以前 我去印度朝圣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二十几个人的团队 其他这些人都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 只有我跟我们家老菩萨 我们两个是念阿弥陀佛 所以总是感觉自己 是不是念错了 有一位法师开示 为什么有的人念阿弥陀佛 有的人念南无阿弥陀佛 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还是不对吗 当时法师就说 念阿弥陀佛和南无阿弥陀佛 是都可以的 至于为什么念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名号 是因为南无是包括 皈依和回向的意思 皈依于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你一心称念阿弥陀佛 你皈命阿弥陀佛 把身心都给了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发愿要往生西方净土 发愿去皈依阿弥陀佛了 你就不需要再念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名号了 所以你就念阿弥陀佛 四字名号 都是一样的 那从那以后 我就是一直念阿弥陀佛 因为我已经皈依 皈命于阿弥陀佛了 我就不去纠结这个事情 我简单一行 念起来顺口 哪一句符号符合我的心意 我喜欢哪句符号 我就可以念哪一句符号 所以这样就一心专念就可以了 二 净空老法师给我们开示 念阿弥陀佛和南无阿弥陀佛 有什么区别 他老人家讲 经中之驰名法门 虎背三根 其收凡胜 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承当 下下根者也可医之得度 这个经理教给我们的方法 持名就是四个字 阿弥陀佛 南无不是佛的名号 南无是印度化 是尊敬的意思 皈依的意思 有皈依 皈命 有赞叹的意思 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里头有一则 记载着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 念佛怎么念法 他教人念 南无阿弥陀佛 人家问 您老人家自己怎么念 莲池大师一贯平素的文风 回答得非常简洁 就八个字 四字自念 六字随众 他说我自己只念阿弥陀佛 这当中有什么差别 大师说 我想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求生净土 没有第二个念头 所以我决心求往生 那就直持名号 名号只有四个字 当然像现在的一些 大德强调四字佛号 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 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理解 念佛堂里大家共修的时候 怕有些人确实 信愿不够的话 种一个善根 还是很好的 那应该 南无阿弥陀佛比较合适 南无本来就是皈依 恭敬的意思 所以南无阿弥陀佛 就让他种了一个善根 单单阿弥陀佛 有可能和念 一二三四差不多 心里恐怕还不知道 去皈依 恭敬 所以加个南无非常完整 有这样子的必要 也可以说有其道理在 但也不是说 想往生的人就念四字 不想往生的人才念六字 莲池大师并没有这个意思 为什么教你念六个字 因为你往生的心不怯 往生的心不恳怯 加两个字号 皈依阿弥陀佛 恭敬阿弥陀佛 加个客气话 尊敬的话 跟阿弥陀佛结个缘 这个意思 这些都是莲池大师 无尽的慈悲所开示的 所以南无还有皈依 礼敬的意思 如果把阿弥陀佛 当作指引导师 那么你确实应该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以表示对导师的尊重 如果你把阿弥陀佛 当作我们自己的慈父的话 就没有必要那么客气了 就像我们回到家 喊我们的父亲 喊爸爸是一样的 你喊爸爸 爸爸是会答应的 你不必见了爸爸 就喊尊敬的爸爸 敬礼了爸爸 是不是就没有 那么多客气话了 所以当我们把阿弥陀佛 当作我们慈父的时候 念阿弥陀佛 是会更加亲切的 在原因老人的开示里 他就讲过一个故事 上海的一位老居士 念佛多年 很是虔诚 他一直念的是 南无阿弥陀佛 后来有一天晚上 胡萨托梦给他 对他说 你不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改念阿弥陀佛 不要一天念两个小时 要念一天一夜 醒来之后 他就想 哦 这是菩萨在指点我修行了 于是 老老实实 按菩萨的教导 念阿弥陀佛 念了一天一夜 感受与从前大不相同 大为受用 三 印光大师的开示 念佛一念六字 或先念六字 至将必 则念四字 印祖在文抄里 是这样回答的 念佛一念六字 应该念六字 或先念六字 将至必 则念四字 始终念四字 或不宜 印祖开门见山 非常明确讲 念佛应该念六字 始终只念四字 是非常不合适的 所以一般 念佛堂里面 都是念六字为主 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念四字 印祖又说 此拿摩二字 即归一 恭敬 顶礼 度我等意 人美图快图多 故 多有念四字者 好多人 为什么就喜欢念四字呢 印祖就把原因指出来了 为了念得多 念得快 所以念四字 念六字的话 让他一天念十万 五万非常困难 所以为了图多 图快 就念四字 下面接着说 常文有人主张专修之意 指令人念四字 发愿 礼佛 接云不避 则完全一门外汉 以专修 不杂修为理由 所以教别人只念四字 乃至于呢 发愿 回向 赞佛 礼佛等 都说没有必要 这种做法完全是门外汉 说明这种人对净土宗 是一窍不通的 根本是一个门外汉 只知自己做功夫 不知求佛慈悲力 印祖这一句话 非常官要 念四字 他就一天到晚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知道 拿摩 去皈依 恭敬 求佛加持 只知道自己做功夫 一句阿弥陀佛念的时候 不打妄想 这是专在行门表面上用功 不知道 重信 愿行的信 愿上 求佛力加持 净土法门以信 愿 行 三法为宗 笔指在行上讲究 印祖就点出来 净土法门 是信 愿 行 三法为宗的 信愿行 要结合在一起的 不能单单在行门上用功 信愿 其实是根本 这个行 是从信 愿而生出来的 信愿真切你 那么自然上去 所以 信愿不够的话 单单在行门上搞 那就成了自立法门了 这样的行门 也很难 恳切 很难相应 很难 持久下去 不在信愿上用功的话 所以就像印祖说的 比 只在行上讲究 而行 又去 却礼拜 其行 便难十分恳切 久则涉于 幽乎福法 其一文超 物一笔说 印祖这里就告诉我们 这种人 只在口称 佛号的行上讲究 乃至礼拜等 都不用了 这样子 他的行门 就很难恳切 久而久之 念佛就是口头划过 只剩下一个行事了 所谓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你是什么样的心 就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方法 修行 不能够随便听到 别人的一些话 就摇摆不定 不管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还是念阿弥陀佛 都是很好的 关键是你要 念得安心 念得欢喜 这就足以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宇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